我想要講的是,你辦黑客松的時候 談到兩個如果你要參加社群的話,主要是自己注意的事情 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無主制的放置 因為其實社群,我不是講距離 我是說很多的社群通常會講說自己很自由 然後或者是,現在還有很多很 catchphrase 像什麼去中心化 沒有人什麼之類的 但是有一個狀況就是說,無主制他可能會有一些 產生不可預期的暴走的狀況 然後這種事情其實在很早期的時候就有發生 在1980年代的時候,婦女運動其實他們就有遇到這種狀況 因為1980年代婦女運動,他們最主要想要抵抗的是父權主義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父權主義的那些體制 這是我目前的感想 所以如果你覺得有點被offense的話 我先跟你說抱歉 這是我自己的爭議 就是說因為他們可能想要抵抗父權主義 所以他們會覺得那些體制很自私化的東西是一種敵人 所以他們可能在最初期的時候 他們組成他們的團體就是比較沒有主制規劃 不是說沒有政府 而是說主制規劃並沒有那麼嚴謹說你一定要怎麼樣 可是這樣實行下來的時候就會有一些困擾 就是說 它無組織的狀態是很適合在一開始意識覺醒的狀態 就是說你突然有一天走在路上發覺說不對 我覺得這世界不應該這個樣子 然後你想要跟別人討論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要怎麼解決它 直接這種狀態的時候大家可以很適合就是坐下來談一談這樣子 然後可能外面有食物也可以一起吃這樣子 但是當你們大家討論到一個階段 然後決定想要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政治影響力 或者是要改變這個世界的時候那個目的 那個無組織的狀態可能就會印象到你想要做的那個目的那個進行推動會變得有點推不出來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的那個凝聚力量不在一起這樣子 那 而且還有一些狀況就是說 雖然美其名說是無組織 但是其實實際上 在那個社群的網絡裡面 還是慢慢的會很容易會有代表人或是發言人的狀況 就是說你一定要派一個人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怎麼樣的 我們的團體有什麼樣的見解這樣 然後漸漸的突然就好像有一個代表人 可是社群人並不覺得他一定就是代表我們社群 他講話又不代表我們社群的意見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很多猜忌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困擾 那 所以 到最後還是很容易變成精英團體 就是說你的社群裡面 莫名其妙就還是會 因為無組織的狀況 所以他就自然形成了一個有精英組權利的人 然後他們就可以決定 你們怎麼去推向這個團體 那最後可能就會暴走 就會變成這個我的意見 然後就是這個社群人件 然後就推動起來這樣 那這邊文章是一個 1980年代 一個參加過很多 美國婦女運動的一個女生寫的文章 叫做烏竹志的暴政 那可以很推薦大家去 Google一下查一下 了解一下這些東西 當然這篇文章當時也很多回想 所以後來有很多人回應就是說 欸 意識覺醒不一定只能在無組織的狀態之下進行 我一定要可以在有組織的 接下來我要有目的 所以我要有組織 可是同時那個意識覺醒的那個狀態 可以一直在流傳下去 一直走下去這樣 不一定要放棄它 那 這個就會讓我想到太陽化運動的狀況 其實說太陽化運動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去實力參與 但是太陽化運動的狀況有一個很特別 也就是說大家開始從進去立法院的時候 然後大家坐下來討論的時候 可能就會 大家拿著麥克風就會想要談自己想要談事情 可能有些人要談性別意識 有些人要談什麼其他的東西 可是漸漸久了之後就會有人下面就制止說 欸不行我們今天是有一個目的要做的 就是我們要反服貌黑箱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無組織的狀態 然後漸漸好像受到一些壓力的影響 外面有人說爸媽很擔心什麼之類的 然後讓你開始變得必須一定要有一個組織的狀況 所以在經營社群的時候 或是你參加一個社群的時候 你可以依自己的人際網路 去想一下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要不要有一些規範 然後讓組織可以更健康的走下去 這是第一個一件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無組織的暴政 那第二個事情其實是我剛好就是在 GNV科技週報看到的那個小短片 就是講那個聖犬黑客松 要小心有些人會以黑客松的創新之迷移心 剝削之死 那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資本主義型剝削之死 其實這件事情是已經 就是很久以前就有了 我們講一開始封建時代好了 一開始封建時代那些人是沒有自由的 結果好可憐喔 我是別人的財產 那接下來工業革命之後 你開始有了自由 你可以自由販賣你自己的勞動力 可是你同時漸漸做久就發現 我的勞動力就一直被壓榨這樣 僱主就是希望工時少一點 欸工時長一點嘛 然後薪水少一點 好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你接下來又一個思維模式 因為地球村或是網際網路的開 所以你看有自由工作者 大家都開始很羨慕一些在咖啡廳工作的作家 或是coder這樣子 然後可是實際上後來去查訪的時候發現 通常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時間 時長比一般人多四個小時 所以像我自己離開公司 當自由工作者之後 做久了就會很羨慕那些 坐在辦公室裡面說 真好你可以五點下班 因為我是責任制這樣子 所以你從中到尾喔 就是整個歷史漫落下來都很 就是常常就是有人在剝削這樣子 所以接下來還有一個 就是以黑客松之名義 所以大家去黑客松的時候 要稍微想一下 可能去做一些background search 就是知道說 欸他們到底是怎麼樣 可能有一些後面是很多的 大財團的支持這樣子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大家要小心去了解 所以第一個是無組織的暴政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小心有人黑客松會榨取的老東西這樣 這樣今天是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